hello 益乐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张栋梁 好久不见 你们好吗 最近在忙些什么 最近我在忙教新朋友 我今天交了一个新朋友 他叫博虎 说嗨 最近在前日发了新的音乐嘛 然后发了一张数位专辑 有些新的音乐作品 然后这一次希望是透过音乐 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比较全新的尝试 那最近也是在哥哥的剧组里 那所以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呢 饱满的一个状态 就是工作是非常饱满 然后但是是非常开心跟快乐的 今年马上你看都已经快 入秋了 八九月了 所以觉得回想这一年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 很开心很充实 所以发过那我一定会说新歌吧 因为其实这一次 应该是说最后这几张专辑自己参与创作的空间很大 虽然说可能不一定是作词作曲 但是可能整个歌曲的呈现方式啊 编曲啊 想要呈现一个现在想做的一个歌手的样子 其实自己是有在把关的 所以这一次的这张新的音乐作品 其实真的可能很多人觉得他好不像张栋梁哦 我觉得就是我想做的东西 所以是希望当然大家喜欢我以前的作品之余 其实真的可以给这些新的作品一个机会 听听看我现在想要呈现的一个歌手的状态 那如果你说硬要推荐一首歌的话 我会推荐大家听听看这次新作品里面有一首歌叫无伤大雅 那是我跟马来西亚的一个乐团吧 叫baby chair合作的一个作品 是一首情歌 但是它不是可能典型大家所谓那种比较 听起来就可能很芭蕾很悲伤很煽情的情歌 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张张以前的情歌的样子 所以会推荐大家听无伤大雅 那真的很难选 但我觉得其实两者他没有一定要分开 唱歌这件事情他也是演绎的一种 但是他可能会比较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现在我想做的歌手来说 他唱歌可能再诚恳一点 就他可能真的是全心 全部是发自内心去诠释跟 跟发挥的一个状态 我希望做到的一个歌手啦 那拍戏的话 他就是可以有想象空间 跟可以去活在一个 可能跟你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当中 所以挺怀念拍戏的状态 跟希望下来有一些适合跟想挑战的角色的话 我还是会想拍戏 它是一个状态吧 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完全事情都是要自己经历过发生过才能变成歌的话 那其实是很受限的一件事情 就是听到这个歌就觉得 诶 是我想要现在想要呈现的一种状态 那我觉得我是对这样的状态是有信念的 因为我也是希望鼓励大家真的要勇敢爱 哪怕会受伤 其实真的就是可以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活着每一天 其实一定会经历一些起起伏伏 开心不开心 我觉得其实真的不需要把它看得太重 其实应该是说换一个角度去想把事情看得小一点 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那如果真的真的那个环境或那个状态 是让你真的真的真的透不过气的话 是不是可以选择先暂时离开呢 缓一缓或什么 没有说一定要放弃 但是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心态 但我觉得事情总会过去了 所以我最近真的不会觉得 啊 怎么办怎么办 过去 这一两年几乎都没有 一个人或是可能在一个环境 我想要自己进入一个状态的时候 就会把耳机戴上 那那个时候就是音乐的陪伴 其实这个习惯是很不经意的 可能就是默默把耳机戴上 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 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不管你喜欢的是什么类型的音乐 应该是多少有点期待又怕受伤害这种 不是说受伤害是怕自己受伤害 就怕自己可能会做不好啊 做得不开心啊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我不觉得我是社口 但是我觉得是慢热性 因为我不会马上进到一个新的环境 新的状态 新的人就可以很放得开 但是我不至于到说会很 反正我觉得我是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年纪比较大了一点 也比较有一点无所谓的心态 就是尝试嘛 但是也是比较可以敞开心情 去接受新的人事物啊 就觉得其实它是挺有趣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也不太方便说太多了 因为那一说我也怕剧透什么的 反正我觉得总的来说 它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体验 因为其实这个节目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把所有不同类型的歌手凑在一块 可能有rapper 可能有做摇滚的 你知道 可能像我们就可能是比较属于流行挂的 但是在毕丁展其实这样的舞台 就可以让我们大家去切磋去交流 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 这个过程走到今天 而且我相信走到晚 都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快乐的回忆跟经验吧 慢慢适应吧 那也应该算克服 因为其实我从一工开始 这个可以说这也 对 我从一工开始就选唱跳嘛 那我觉得当然第一自己也做好 这个事情准备搞不好 你真的就是要做唱跳啊 说唱啊 有做好这样的一个预设 那这个节目有趣的地方就是 不是完全到你选 虽然说你可以选 但是其实它有很多的游戏规则啊 然后选择的方式啊 那我觉得反正就拿到了 那就尽力去做 所以后来从一工二工 这样慢慢走下来 其实就 反正时间就还是得丢下去 公演的时候就那么一次机会 希望自己的这个过程 是不会留下 可以做的不够好 但是我一定要做到我自己最好 应该就是最近的一些 波纹跟在网路上面的互动 让大家觉得我好像是网路艺人 但是它是一个怎么讲呢 可遇不可求吧 我不是要刻意去塑造一个什么形象 但那有时候就是 比如说那天应该是我跟歌迷在 就是在回覆他们留言嘛 然后有时候歌迷就是 你知道我跟歌迷的互动本来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互损啊 或什么就是一个 一个这样的状态嘛 那可能在网路上面就是回答的比较 那天可能我也 咖啡喝多了还是什么 就比较嗨 然后就跟他们就跟他比较 瞎聊 然后大家就觉得 哎我好像挺能尬聊的 但其实我是有这样的一个个性 只是可能比较不外显吧 睡觉 我应该是 比如说我们最近在拍节目 我应该是一回到宿舍 卸妆速度最快的 而且我也希望自己是怎么说呢 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今天顺不顺利 是不是都有练习到想练习的东西 或者是到什么进度 先告一段落吧 明天再想 因为其实我觉得休息也很重要啊 如果自己一直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然后因为可能今天还没做到想做的 然后不睡觉那明天不是就白费了吗 所以我现在其实真的有时间 我就尽量让自己多休息 我好突然不知道怎么打这一题 因为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工作之外的时间 其实工作之外就是让自己尽量放松 不管你要做什么 然后因为最近工作接得很紧 然后也希望把工作都做好 所以只要有时间放松 我都希望尽可能的不要去想工作的事情 然后再回来就完全投入 坦白说我真的没有真正体验到 长沙这座城市到目前 虽然说我已经在这边待了好长一段时间 至少两三个月 但是吃了很多长沙好吃的 当然你说该去的地方都有去啦 比如说无依嘛 无依广场嘛那这样 希望之后有时间是真的工作之余 有一点点时间去感受一下长沙 我喜欢吃面食嘛 我觉得长沙的面食做的还挺好 那叫粉吗还是面粉 反正我觉得长沙的面粉类的东西 都挺好吃的 就是基本上不会拆累 来吉隆坡吧 我觉得吉隆坡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城市 我的家乡在马来西亚东马 杀熬月的一个地方叫古镜 但是是这近二十年 我开始工作之后才开始在吉隆坡有生活 然后对所以后面就藏在 我觉得吉隆坡真的是一个挺可爱的城市 然后推荐给大家 这题我真的有时候也会想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不清不楚的 走进了这个圈子 然后就做到今天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不当艺人 我不管做什么事情 应该还是离不开音乐 可能就是开一个音乐酒吧 还是一个咖啡厅 还是不管做什么 我觉得它都跟音乐一定会有关系 好采访结束了 你要睡着了 还是什么一样 所以使用来就要看 我会能吃过去的 所以我们唯一只管 再补了 所以我们还会跟中国